那很多花儿呢都比较喜欢九尾湖 然后呢长出来很大很漂亮嘛 关键点是可以开花 它有点仙气飘飘的感觉 要长大了 你再放个小狐狸在前面 那个感觉太发赛了 那有的话说老花姨 你能不能交给我这个东西怎么养 其实我觉得我交给你怎么养 都不如说直接卖给你一盆便宜的 为啥呢 我交给你怎么追女朋友 都不如介绍给你几个女朋友 来到实在 对不对 就是练手嘛 你看我们家呢 现在自己弄了一些 养了差不多有半年多 得接近一年了吧 都长成这个样了 然后呢给大家就六块八 对吧 你要要的多嘛就更便宜 主要是跪在快递费上 打包费上 因为这个东西它怕断嘛 我们打包的时候要很小心 像这个东西呢 它对于光照这一块 你要理解它不怕晒 就是如果说你很干很热 很晒 它可能长得就会比较难看 它不至于嘎 它害怕你浇的水特别多 你摸一摸盆土啊 你只要干了牛椒 它可以用泥蛋土去养 但是呢你用的花瓶一定要透气 明白吗 整体的通风要好 你光照不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适当的控水 通风要好一点 关于这个冷啊 只要大家不低于零度以下 问题都不大 你像很多南方四内都可以盆栽 你只要有太阳 给它晒的都会长得很漂亮 如果说你看它过分的 一根长得特别长 你可以从这里剪 就从这个位置剪 一截 剪下来可以擦 都可以重复的去剪 然后呢你不剪 它慢慢的也会从下面长出来这种 看到没 也会长出来小牙子 慢慢的就会长得很漂亮 很好看 一般是在春秋天开花 因为这种多种类的植物 都喜欢在冷凉一点的时候 是它最哇塞的时候 懂这个事就好了 现在价格也比较便宜 就这些了也不多了 反正抢完就没有了 有的话我说这是长毛的还是短毛的 我跟你讲 你养的好了它就长毛 养不好了就短毛 懂这个事就行了 什么长毛平种短毛平种 现在目前我看市面就一个评论 可能你看人家的那个毛都很长 它们养的很哇塞 这个毛啊就相当于它的叶子 明白了吗 很丰满 好了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衣 养花最转衣 白了是吧